競爭也是相當激烈 女丹的頭號種子張凱珍 上午對戰英國選手要爭取四強門票 而隨後詹家姐妹詹詠然張浩琴 也要迎戰日本隊朝金牌之路邁進 中華隊今天的壓力不小 特別是昨天男丹項目 18歲小將李冠義抽筋退賽 還送醫急救 今天教練受訪時相當心疼 抽筋痛到受不了跪倒在地 網球小將李冠義26號身體不適棄賽 最後還送醫急救 讓教練相當不捨 他一直趴在地上 我實在是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大氣晚成 所以我對他的要求是很高 麥克林也可以放棄沒關係 但是我知道他一直看著我 我就我也忍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教練也有錯 只是說我也不忍 因為我自己的這種個性 我知道當下那時候是很辛苦 心疼哽咽 對李冠義拼到最後的決心 給予大大肯定 中華隊網球也沒有因此洩氣 一大早更有大批球迷進場為台灣選手加油 張詠蘭加油 台灣直光加油 台灣加油 有在打網球 所以就過來 他有在打網球 為我們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熱血沸騰 戰況激烈 女單頭號種子張凱真 上午對戰英國選手爭取四強門票 雙方廝殺 禍不相讓 張凱真為了對抗艷陽 休息時不斷拿冰塊降溫 多喝水就怕熱壞 隨後詹家姐妹 詹詠蘭 詹浩晴 還要登場迎戰日本隊 朝金牌之爭大步邁進 記者 周杰林美洲台北 採訪不到 事實上 雙方廠 有